20世紀,20世紀,20世紀 一直到我們進到20世紀的時候 21世紀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重視了 我們所謂的再生能源 當然現在再生能源 所有的定義就是包括太陽光電 太陽熱能 還有就是我們風能 海洋能 還有所謂的地熱 因為化石燃料在整個歷史裡面 很顯然這三條線 藍色的那個 還有橘紅色的 跟黑色的 是扮演所有能源裡面 佔有主要的大的部分 但是問題是 當我們為什麼進到21世紀初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要去面對 要去開發這個再生能源 最主要有三個很重要的問題 大家必須要了解 第一個問題就是很顯然的 在整個我們使用能源的那個效率 其實是不高的 在我們所有的發電效率 現在最高的就是60%的 最好的那個發電效率 我們引擎的話 你們每一個人的摩托車 它的效率只有來到 不會超過反正這30 那30或60的意義就告訴你說 比如說我們騎摩托車 你加了100塊錢的器物進去 真正的那個你所使用的錢 可以讓你的摩托車跑 就是用掉30塊 你就看到剩下的70塊 從你的那個排氣管 這樣排出去了 所以當你這樣大量的 在使用你的能源的時候 沒有把它的效率提高 我們就會衍生到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化石能源不是用不完的 我們下一張就會給大家看到 它的那個問題的手在 這是第一個我們面對嚴重的問題 所以從這個1950年代開始 大家就努力在尋找說 我們怎麼樣提升效率 第二個問題在哪裡 第二個問題就是 當我們一開始 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時候 有一天我們才發現 我們有很大的污染出現了 包括我們的Sox Nux跟PM PM就是那個固體微粒的 當然你知道Sox Nux的出現 是因為我們燒煤炭 煤炭開採出來 裡面就含有氮還有硫 所以它在整個燃燒的過程裡面 就會衍生這些污染物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防空系大概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防空系原先是在土木系其中一組 那到了大概20世紀初的時候 它開始變成一個系 是因為那個問題嚴重了 需要有更多人來解決環境的議題 是因為這個污染的問題 然後第三個是更嚴重的就是 當我們一直走到20世紀末 21世紀的時候才發現說 有一些我們這邊效率的概念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化石燃料 把它通通轉成二氧化氧跟水 這個是最好的 因為你把所有的能量都用了 但是有一天你會發現說 連那個最穩定的二氧化碳 也不是我們所需要的 因為它會造成我們的溫室效應 所以你從歷史的角度 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整個工業革命的發展 一直到21世紀 我們主要為什麼我們的工業 跟經濟能夠起飛 是因為我們使用的燃料 當然在那個時候 主要的就是化石燃料 當然在中期裡面 這邊有一些的核能的出現 核能在整個部分裡面扮演的 還是相對來講是比較少量的 而且還有的 創意 好 原來 是 我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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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